大悲心是普度 佛事门中不邪一人 这个话说的容易 做的不容易 菩萨能做到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我们之所以不能做到 是我们的粗心答义 往往怎么呢 疏忽掉了 也就是我们的心不够细 粗心 那要怎么样 发菩提心 如何能像诸佛菩萨 一个众孙都不设计 那就是祝福心里都有 有一切众孙 我们这个心里都常常有什么 有自己 顶多什么 由自己的家亲眷属 由自己喜欢的人 喜欢的是 自己不喜欢的 与自己关系比较远一点的 往往就疏忽掉了 不像佛菩萨 佛菩萨无偶像 所以他们的心 真的是 心包太虚 两种杀戒 那么有没有收获的呢 我们在想象到 有可能 为什么 没见信的 会有收获 见信的菩萨 没有收获 不可能有收获 没有见信的 依旧是凡夫 高级的凡夫 心比我们稀 德行 智慧 比我们大 我们是六道凡夫 无论在德行智慧 都不能跟他们别 可是要学习 加入 我们真的觉悟了 真的明白了 一心归命阿弥陀佛 一个念头 只是求生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虽然 我没有智慧 我把许许多多苦难众生的时候 都疏忽掉了 我今天这样做 等我到了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 你见到阿弥陀佛了 得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为什么经常讲得很清楚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讲得很清楚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借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么你生生世世 无量借来 愿心带出 你全部都看到了 你也有智慧 有能力帮助他 那真的帮他们 帮助他们 破弥陀佛 这就像 法身菩萨 普度一切 这就做到了 这个在所有 法门里头 是最稳当 最具效果 最快速 而且决定能做得到的方法 所以我们确确实实 是感到无比的欣慰 这一生当中能够遇到大臣 遇到怀疑 遇到净土 这确实不容易 有华言有净土 这个世界 先前 法若 魔墙 我们有华言有净土 魔再强 再大 实行一切方法 也没有办法动掉我们 我们在现行的环境当中 决定成就 不大 魔不能障碍 魔还会受 魔还会受 朴度 他常常清净正法 魔也有佛性 所以小天教里头 八项成道里头有小魔 大臣教里 八项成道里头没有小魔 为什么 佛跟魔是一不是二 修善 修善 就是佛 修我呢 就是佛 这大臣跟小臣最大不相同的地方 大臣心中 心中只有佛 心中只有佛 对待魔 也跟对待佛一样 恭敬 供养 礼拜 对他们只是没有赞叹 他们行善 可以赞叹 他造物 不赞叹 也是物有变量 从世上讲 从世上也没有 无量无变 超过 升温 缘休